罗马书11章26节是否教导 所有的犹太人终有一天都会得救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罗马书的第11章25到36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弟兄们,我不用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应兴的,等到外邦人的树木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存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救者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救者简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门爱的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照是没有后悔的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 你们倒门的连续 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 现在也门着连续 因为神将重能都圈在不顺服之中 特意要连续重能 圣灾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情难测 他的终极何情难选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归于他 用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们 保罗的许多教义都曾被滥用 被用来教导 保罗并没有所包含的一些教义 例如,外邦人很容易根据 罗马书的前十章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上帝是根据对基督的信仰 而不是摩西律法来称义 所以上帝拒绝的外邦人 拒绝的犹太人 只接受的外邦人 当然这并非事实 因为上帝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 在十字架之前 人类只有通过宗旨的服从 他所歧视的话语才能得救 这仍然是通过信仰而来的恩典 是一种服从的信仰 那么在十字架之后 上帝就揭示了他的全部话语 所以犹太人现在必须信仰基督 这也是旧约的实现 这因为如此 上帝说他不会在没有信仰耶稣的情况之下 拯救优太人 就像他不会在没有信仰耶稣的情况之下 拯救外邦人一样 罗马书的第十一章还教导了其他一些东西 今天许多人流去的保罗的话语 愿意教导保罗所没有的意思 也就是在基督降临之前 所有的优太人都将得救 不可否认的是 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经常会说 保罗的意思并不是每一个有学徒的优太人 而是整个优太民族都会转向基督 在基督降临之前得救 但这个是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吗 如果是 那么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因为整个优太民族仍然拒绝基督是弥赛亚 但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违背了保罗迄今为止所说的许多内容 特别是关于拣选信仰的内容 为什么上帝允许优太人继续保持昏迷的心 对福音视而不见 是因为将外邦人引入教会的必然的一种方式吗 不 因为每个优太人都可以成为前者的基督徒 同时外邦人也可以通过信仰成为基督徒 上帝不需要去门蔽 优太人就可以将外邦人引入 上帝知道这会发生 因为他知道优太人的心 但这并不是为了拯救外邦人而必须发生的事情 事实是 没有来到基督面前的优太人被门蔽的 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 而这种拒绝确实给外邦人带来的祝福 因为他让福音更多地集中在他们身上 然而上帝并没有强迫犹太人陷入这种状态 但他允许以色列人继续去处于这种状态 他允许他们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跌倒 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内心的渴望 那么上帝会允许这种情况持续多久呢 第25节说到 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那么许多人的困惑就是从这里来的 什么是外邦人的数目添满 或者更具体的说 外邦人的数目是什么时候添满了 好吧 尽管答案可能不那么清楚 但我们知道 在路加福音第21章24节中 提到耶路撒冷被毁时 也使用了类似的短语 路加说 耶路撒冷将被外邦人见他 直到外邦人的日清满了 在研究那段经文时 我们注意到路加说 耶路撒冷将被见他 直到主的旨意完全实现 那么回到罗马书的第11章 这与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 因此他所指的不是特定的时间 而是更广泛的说 上帝会让犹太人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直到他的所有旨意都实现了 那又是什么时候呢 好吧 当基督再次来临召集他的圣徒时 上帝所有的旨意都将在基督里实现 现在让我们再注意一次 这并不是上帝违背犹太人的意愿 强迫他们迷失 也不是说今天的犹太人不可能得救 而是说上帝允许犹太人 因不信而被基督的十字架绊倒 只要拒绝基督的犹太人 不想接受弥赛亚 他就会允许他们保持着这种状态 那么对25节的这种理解 与圣经的其余部分是一致的吗 是的 因为首先根据马太福音的第24章 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不会有任何的迹象 而犹太民族大批来到基督面前 却必须被视为基督降临的迹象 其次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17节中说到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 如果上帝亲自让犹太人门闭一段时间 然后又亲自让他们重建光明 那么上帝就是偏待人的 即使是暂时的 信仰不是通过他的话语而来的 而是由上帝根据他的意愿直接给予 或者从他们身上夺走的 如果我们有一天遇到一个圣经的结论 无论谁持有他 有多少能持有的他 或者能不能持有他的方式如何 如果这个结论与其他的经文相矛盾 我们就会知道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所以如果我们对第25节的理解是正确的 而外边人的丰满只是上帝旨意的完成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保罗在第26节 以及以后的陈述 也就是纯以色列人都将得救 那么保罗继续提到 以赛亚书的第59章20到21节 说有一位救主将从西安出来 他将消除雅各家的罪恶 但他除去他们的罪食与他们逆约 我们又怎么看待这一点呢 那么这不可能意味着 每一个忧太人有一天都会得救 这在旧约之下也不是真的 比如我们看到的亚哈尔耶稀别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我们要回到第16到24节 再看看保罗对杆兹的应用 对于栽培的树 谁是最初的枝条呢 他们是忧太人 那么更具体的说 他们是旧约中忠实的忧太人 他们会因信上帝而得救 因为不忠诚的忧太人将会被 从杆兹树上砍下来 那谁又是被嫁接的枝条呢 那是信上帝的外邦人 在实际上之后是指那些信基督的能 那么原先的枝条又如何避免被砍掉呢 在保罗的时代 这意味着要信基督 因此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要成为上帝的门友指明 你必须成为栽培的感染树的一部分 如果是你栽培的感染树的一部分 你就会得救 如果你不忠诚 无论是在旧约之下 还是你已经被嫁接上去 又会发生什么呢 上帝会把你砍掉 你就会迷失 除非你悔改了 上帝还会把你重新嫁接回去 因此在第26节当中 当保罗说从以色列都得救 西安的救主要消除雅各的罪时 他是说 所有得救的以色列人 都将得到那位从西安出来的救主的拯救 也就是耶稣基督 所有得救的以色列人 都将成为栽培的感染树的一部分 而不会因不信被砍发掉 并不是说每一个诺体的以色列人 都会得救 而是说 所有得救的以色列人 都将因信而得救 这意味着在斯基亚之后 因信基督而得救 那么以这种的方式去理解 第26、27节 符合了保罗所说的整体背景 并且与保罗在罗马书中 早些时候关于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信息 不矛盾 第28节中 以色列国整体因不信而成为福音的敌人 而外邦人因信神而算成福音 因此得到了祝福 关于减损 尽管在第9章中讨论了神 捡换人类的方式是通过基督 但以色列国作为神的损名而受到青睐 基督是通过他们而来的 方言句话说 神不会因为许多犹太人拒绝了米赛亚 而从历史中抹去 耶稣是通过犹太人而来的事实 他也不会放弃他们 不会拒绝在基督里拯救他们 正如外邦人曾经不算福 但通过基督获得的联名一样 不顺服的犹太人也可以 但是关键在于联名会以同样的方式到来 是通过基督耶稣 因此正如犹太人拒绝福音 导致成为基督的外邦人得到祝福 因为福音其实是首先传给了犹太人 然后才传给外邦人的 这些外邦人接受福音 也可能反过来 成为那些后来醒悟 并信仰基督的犹太人的祝福 在这一切当中 上帝如何通过对基督的信仰 以恩典拯救犹太人和外邦人 向我们展示了上帝的智慧和知识的丰富深度 没有能建议上帝该如何去拯救人类 没有能给上帝任何光源 如何最好做到这一点的指示 上帝靠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力量 做到了这一切 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所以所有人荣耀永远属于他 因为他分身的联名 能够通过信仰拯救所有人 因此这一部分的重点是 保罗揭示着对人类隐藏了几个世纪的 奥秘的启示 上帝将如何通过对基督的信仰 拯救整个世界 包括优太人和外邦人 这样优太人和外邦人就不会对此 视若无独 也不会在自己的观点上自视聪明 从而导致 优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分裂 那么随着第十一章的结束 我们就来到了 罗马书这个部分厚重的教育的结尾 在过去几周中学到的东西 有很多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知道上帝通过对基督的信仰与恩典 拯救的优太人和外邦人 这应该促使基督徒思考如何去对待上帝 以及如何对待彼此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你今天观看《走过圣经》频道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意见 请在下面留言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请您考虑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系列中的其他视频 你也可以与您的朋友分享这个视频 这样耶稣基督的救赎信息 就可以闯遍全世界 谢谢